大家好,我是阴影君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场王者荣耀排位赛 我们马上开始 今天玩什么英雄呢 其实也不用想啦 我就出玩马超 先发个战绩 准备抢对抗路 这个东皇要对山啊 对马超来说都是比较烦的 东皇被追面禁了 尽量表现中 对山应该比较少人用 那我尽用摇霸 平凡暴露了自己 几人群 越延迟越深刻 你说我说 怎么好像没人打眼啊 没有种的段落 我 反正确定 自己难过 我想摸你的头 哎 这个五楼竟然要抢对抗路 那我去打眼吧 我想给你个拥抱 像一心一样开门 无必烈热 是我的枪吗 你最反复 认识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和你说说话 我能送你回家吗 可能外面要下雨了 我能给你个拥抱 像朋友一样可以吗 我了不是要对抗路吗 怎么突然又选了法师 我能说从背后抱了一下 尺度掌握我才不能说想你啊 你就当刚认识的绅士 闹了个笑话吧 尽量表现着 杨简能打眼 杨简打眼吧 他好像不要打眼 那我换回成戒 游戏夹在画面直接跳过 打眼马超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黄刀 因为我觉得马超用黄刀杀野怪会比较快 我个人觉得黄刀比较适合马超 你们觉得呢 全军出击 打眼马超在21秒存枪 你在绊部里动作认真的吗 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 我只能扮演个绅士 才能和你说说话 我能送你回家吗 可能要想你啊 然后去打蓝 我个人建议马超红开 红开马超遇到突发状况比较好打 一位红包没有减色效果 比如亚瑟入野区 就是突发状况 这时有个红灰比较好打 第二位野区举向鲁姬炎 第二位野区举向鲁姬炎 这个冰线可以吃 黄刀是经验 不是经济 然后帮杨简消耗亚瑟 中路这个应该能杀 被控制了 被控制了 但没关系 还是能抢杀 吃口药 再吃个血包 然后继续刷野怪 下路打起来了吗 打不起来它直接开棱 再去拿个篮 亚瑟在野区 肯定能不能下 好 这得胜了 先打篮 这得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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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姐让我们过去 这个亚瑟应该能杀 然后打隔线 总之就是一直刷经济就对了 这个塔能拆 取下路支援 哦 马可你好啊 进塔就不追了 有一点比较好 这边再帮忙消耗一下 然后就是刷野怪时间 红快刷新了 这个猪就不打了 先请装路兵线 这个塔没人手 应该能推直接开大招 塔能推就推 毕竟是个推塔游戏 这里就不用管成枪 收枪的细节了 主要快速推塔 这得巴索想拿 减CD 不好意思了 亚瑟一个人 那他没了 这里手慢了 看看 预购暗影战斧 方便抓脆皮 为失去的能力破绽 嗨 比白要去哪里呀 没大招了 比白不然都能杀 优先推塔 这里开大招 限制亚瑟走位 然后拆中路 额 算了 先去打龙 红杀新了 先打个红吧 呃 这个马可 营正这个血量 应该是没了 但是没关系 我帮你把马可杀了 哇 我先走了 先打个蓝 回卷再开龙 我帮你把马可杀了 你不要打开 我帮你把马可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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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马可杀了 一准 刚才反正 没闲没大 我先回家吧 有点推啊 晚达晚达 这个马可能下 先别追过去 走位所技能 这里利用防刀成绩 加速飞动追过去 一枪 两枪 三枪带走 打个红然后过去支援 哈哈 队友都起飞了啊 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可以帮忙点赞订阅分享哦 看看我的凌分多少 银排战士 11分20.6输出 还行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outro 凌分